朗朗 你说一下你的二十岁吗 我二十岁那年 我那个 我当时跟芝加哥教练团 录柴克夫斯第一钢琴奏曲 那是等于是那个 我人生中的那个 特别闪光的一点 闪光一刻 对对对 闪光一刻 因为那时候曲子是我的成名曲 我十七岁的时候 作为替补的时候 成名的在在美国 怎么红呢 就是替补嘛 我那天就是正好考试 去芝加哥 弹柴克夫斯第一钢琴奏曲 然后那天考完试以后 那个指挥直接问我 说你那个 现在我如果让你弹 你能弹哪个 我说我有十六首 你可以随便挑 他就觉得这小子挺狂啊 然后他就 第二天一大早 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有刚刚家生病了 这场演员会是最大的一场 就是庆祝演员会 因为1999年 它叫世纪演员会 因为我拼尽全力的 就是你不会有什么后悔的 你那时候每天要练八小时琴吗 这个时候没有 这个时候练六个 每天都六小时 对 但那时候强度大 因为那是我就是 第二年的职业生涯 从原来都是谈那些 小乐队 突然一下都变成 世界就最好的团了 你知道吗 就感觉一下就 从去部变成主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感觉很好 那么练法不觉得缺失童年吗 二十岁时候已经没 已经童年过了 已经缺完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觉得 你的梦想已经就是说 能看到有成效了 你成效了 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会很 很好 就没有迷茫 还好坚持下来 对 请一位 来 来 来 二十岁 来来来 二十岁 美好的二十岁 美好的二十岁 没有 没有 周深那个也是二十岁那年吗 那个 好声音吧 我那其实二十一岁 因为我参加的是第三届的好声音 第三届 然后很多人就说的是 哎呀 你错过了参加好声音 最好的时机 对 如果当初参加第一届 可能会更好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我跟迪哥这点特别像 就觉得我们所有的 每一步走的每一步 我觉得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都觉得 每一步都走得 都特别特别好 踏实 所以我到现在 我觉得我自己最骄傲的事情就是 我看到每一个时间段的自己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时间段的自己 就可能哪怕他那个时候 可能会很沮丧 很难过 输个背头 但是你总觉得 你总觉得他居然能够熬过去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那个阶段的自己 现在比那时候年轻很多 对 而且这次二十岁主题的时候 节目组还问说 你想一下你二十岁有没有哪件事 或者二十岁左右 原本那件事特别后悔 对 我真没有 我也想了很久 我觉得没什么好后悔 哪有 那个时候的选择都就是自己想选的 就是把天中 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大的烦恼 正在学校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那个年龄没有资格后悔 因为你都得试 你都得尝试 对吧 你不尝试 你哪能知道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林姐呢 林姐那张照片是在哪儿 那天呢 我就像今天的成长一样 是满桌最小的 啥局啊 我师父 然后坐在那儿 所有人聊 哎呀 青春一世